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黑妹金融周记》 虽然今天已经是年初十二还是十三 但继续关注大市和经济上的事情 今天我用五个字来用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A股大时代 大家如果今天有留意港股和A股方面的走势 都是相对强的 上星期大家在逗利是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留意港股的情况 上星期已经去到250天线分界线 恒指由25,000点升到28,000点 大家也很关注关口位 因为订夺市况究竟是向牛还是向红的那边走 A股方面 今天的情况亦相对凌厉 似乎已经迎来过A股的大时代 看证券或不同的版法 证券版法方面 好像出现一个非常强的声势 看一些表现 未来会带两只利是股 虽然很多坊间股平银 都会给大家一些股票 但今天想跟大家推介 两只温轮选择 相信大家都有留意 A股和本地市场 究竟有什么好买呢 跟大家关注一下 如果大家想踏到A股的顺风车 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些牛证 例如先说一些A股 和A股相关的股份 就是2822南方A50 之前在节目也提及过 222、223这些ETF的选择 但很多人觉得 银把比较大 不敢入场 介绍两只温轮 比较低的入场费 可以买一些低杠杆的选择 一些牛证 大家可以看看 67649 67649 这是一只汇丰的牛证 杠杆做到5.5倍 6月就会到期 今天升幅有两成 如果大家想用一个 快一点的赚钱方法 不妨考虑另外一只牛证 57096 57096 同样是汇丰的牛证 今天升了54% 为何会推荐这两只牛证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过了新年假期 就是业绩期 上周也有提及过 打头阵是我们最关注的 汇丰、大笨像和恒生11号 这两只股份 明天才会公布业绩 但今天市场已优先 偷步去做一个炒作 大家也看着 汇丰究竟可否给大家一个好开始 看回控这几个星期的表现 今天来说 非常凌厉 升到2%左右 对比11号 人们会看好5号 比较多 还有23800 大家也不妨留意 其实他们现在 也有个比较好的利率 所以大家也会考虑5号 不过大家看到 70元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看着目标价到70元 至于这个星期 有什么业绩公布 也和大家关注一下 比较大一点的机构 有些重磅的股份 看看2月21号 欺审轻业14号 还有ASM的Pacific522 2月22有金沙中国的豪赌股 最近豪赌股也做得不错 相信也会有不错的成绩 2月25号 下个星期的情况 会是中电2号仔 最近也相对做得不错 不过对比其他小市值点的股份 这一类的升幅就比较少 因为中电之前有很多人 因为怕市况太波动 就已经买了 2号就比较稳定的股份 2月26是 司智环球330 安踏体育9指 2月27有新农机 东亚平安好医生 港交所要留意 还有中国动向 2月28日 这个月尾都有银河娱乐 27日 已经在这个节目 和大家公布着 未来过几周的业绩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看回港股方面 今天升势不错 升到四百多点 去到二万八千三百四十七点 成交上周很夸张 每天都过千亿 今天都贴近 去到九百五十亿的位置 看看过去的猪年 上周忘记和大家跟进 过去的四个猪年 原来全部都录得升幅 究竟这一年的猪年 可不可以都是猪龙入水呢 就要看大家的做法 不过上周大致上 看到恒指有一个升幅 不过突然间有一个回吐 因为主要都是受到外面的外围方面的影响 就是特朗普又说了一些言论 就说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会兴建美墨的围场 会和中美贸易继续僵持 上周受着这些坏消息公布 令市场气氛转叉突然间 上周公布了CPI 中国内地方面的消费物价指数和PPI 升幅较12月的低 一月的情况表现一般的 令我们香港方面 行政长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星期日出席活动时 也有提及香港经济增长 明显看得比较淡 去年来说 过去的一、二、三、四季 表现有倒退的迹象 由4.6%至2.8% 估计第四季的经济增长 亦是出现衰退的迹象 出口方面 亦有些数据显示 接近零 即中美贸易的关系 可能令身边的城市 好像香港 都会有影响 通常都应该多说 房屋上面 会不会有什么补贴 不过在这里 顺一提 大家 二月开始 已经可以领取交通津贴 我今天 去了铃 都拿了二百多元 上限去到三百元 大家就要留意 因为我经常穿梭 在香港不同的地方 所以 拿了二百多元 都觉得很开心 老坏安慰 除了刚刚说的 南方A50的222 一些窩率选择 大家也不妨留意 5G版块 今天也看到 5G版块有个炒作 这个星期主要公布新产品 小米和Samsung 即将会推出新产品 在星期三 都会有新产品 关于一些接屏幕的电话 以前小时候 用的手机都是接屏幕 不知道今次的接屏幕 有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另外 下星期 8月24日 亦有一个华为 是星期日 华为5G手机 亦会有一个推出 不知道会否为市场 带来一些惊喜 今天来说 美股休市 再看星期四 会有联储局的会议记录 另外亦会有不同的官员 中美方面有一个交谈 还有货币政策论坛 星期五便会举行 今天的《坎梅金玉周记》 和大家看着 顺便一提 如果未买汇丰的朋友 记得明早入点货 这是我给大家的提示 今天的《坎梅金玉周记》 就到这里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